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江 今天这个物件位于大阪市的电川区 板级三国车在徒步13分钟的距离 这边是属于一个中型开发小区 总共有48栋新建的一户建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物件 它的占地面积是83平方米,两层建 实际内部的使用面积是93.5平方米 户型方面的话 门前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停车场 一楼主要分布有三间卧室 右手边这间卧室的面积是5.5铁 落地窗外则是我们刚刚路过的停车场的位置 第一间卧室跟第二间卧室其实是贯通的 中间仅仅采用了推篮门做了一个阻隔 第二间卧室的面积则是5铁 这两个卧室分别有自己的收纳柜 以及独立的出入门 日常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再透过走廊往里走的话 右手边就是第三间卧室了 这间卧室它其实是一个主卧的 因为它的面积也是三间卧室里面积最大的 是7.2铁 房间里摆放了两张宽1米2的床 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剩余的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主卧的衣帽间则是设置在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下方 既节省了空间又增加了我们的收纳空间 非常不错哦 一楼除了有三间卧室以外呢 当然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卫生间了 那为了方便日常使用 二楼呢 同样也设置了卫生间 通往二楼的楼梯虽然算不上陡峭 但是呢 也很贴心的给我们装上了扶手 进入到二楼客餐厅之后呢 就被迎面破来的温馨感所折服了 整个客餐厅的使用面积呢 是17.7铁 但是上方呢 一个斜式的天井高度增加 让我们觉得整个视野都宽阔了很多 另外头顶上方的五主灯 多角度的射灯设计呢 更是比较新颖 这边厨房操作台的尺寸呢 也是足够宽敞 我们可以随意发挥大展我们的厨艺 客厅沙发背后呢 不仅有一个收纳柜 更是很贴心的给我们设计了一个 在家办公的区域 既美观又非常的实用 整个客餐厅看下来呢 让我非常满意的有两点 一个就是它天井的挑高设计 以及射灯的分布设计 整体呢 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时尚又很温馨 客餐厅的侧面呢 则是洗漱区域了 除了我们经常见到的洗衣机 放置盘以及洗面台以外 洗面台的右手边呢 则是设计出了一块比较宽敞的亮衣区域 我们既可以用来收纳衣物 又可以用来晾晒衣服 是不是很实用呢 浴室门前的这一块收纳柜呢 则是可以摆放我们的浴巾啊 或者是唤醒衣物 高度呢 还可以自己手动调节 二楼的卫生间这边呢 则是和一楼的配置相同 整个房间内部呢 不仅地板的颜色 伴随着使用区域的不同 有所变化 壁纸呢 更是采用了好几种颜色 来进行搭配 使我们的整体房间内部呢 显得不那么枯燥 又比较有设计感 门前这个停车场的面积呢 也是非常宽敞的 我们停下一台七人座的Alpha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紧爱这停车场的这个四道呢 宽度是6米 它完全是属于我们小区内部使用的 这个小区的整体一个布局呢 是一个包围式的 出口呢 总共有三处 两个人行道 以及一个车道 另外如果家里的小孩 需要上学的话呢 周边更是有幼稚园 小学以及中学 超市的话呢 大型超市更是有三个 徒步一分钟的距离呢 更是有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 那这样的一个住居环境 你还满意吗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